AG的补强方式有点像重组 但张角也有考虑过后路 所以会把更多的资源留给打野位 言外之意就是 张角夏季赛一定会换打野位 其他位置都有可能不换 这也就是阿泽有可能留队的原因 之前张角在九城直播间关心过K甲野王魏央 坐实了AG花300万买他这个消息 很明显魏央肯定会把出城换掉 但从最近一个爆料消息可以 看出魏央可能也会成为替补 有玩家就直言 真就人傻钱多 最近有瓜主爆料 出城去LGD大额的视讯效果不错 想要把他的挂牌价压到400万 阿泽的身价则是上涨到560万 新买的打野位秧有可能替补 AG跟三支队伍都想买下紫金 瓜主这个爆料消息可信度很高 首先是出城想打比赛就只能转会 张角铁了心要换打野 其次阿泽确实是有说过不会挂牌 但要是有好的队伍还是会考虑走 最后AG花300万买魏央 更像是在买一个保险避免夏季赛 无打野可用 魏央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目前谁也无法预料他在KPL能不能打出成绩 但从瓜主这个爆料消息来看的话 魏央并不是张角心目中的第一人选 反而是对Estar2对紫金更加信任有加 毕竟紫金可是SK培养的选手 自然更值得信任 如果AG真能从其他队伍手里抢走紫金 虽然不能说他一定会是首发打野 但是他跟魏央肯定能竞争上岗 谁能力强谁就能打野 而出城是最难受的一位 他已经失去了跟他们竞争上岗的机会 出城也是张角买来的选手 他刚来的第一个赛季表现很好 完全可以称得上千万级打野 只是当队伍拿到四强 awoke以伊诺为核心制定战术 出城的表现就变得不太稳定 很明显出城跟伊诺搭配起来很吃力 如果以出城为核心 那么伊诺玩得就会很难受 反之以伊诺为核心出城的玩法喜欢偏刷 两个人更加搭配不起来 所以当张角决定以伊诺重组 出城自然要被放弃 毕竟他的打野玩法已经改不过来了